王老师好 你好 金铭兄好 好久不见了 一转眼一年半多了 对 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你才刚出版你第一本散文集 《走过零下四十度》 对 我们老师我们一样先把这本书 再稍微跟大家回顾一下 可能有些人没看过或者是忘记了 这本《走过零下四十度》 是写我过去30年 在美国的一些生活的经历 但是我的写法是通常 在我的脑海里面通常都是 只记得有趣很好的事情 所以大部分除了第一篇讲到说 为什么走过零下四十度之外 除了每一篇都充满着温馨 可爱甚至诚恳 甚至有一些小小的趣味性在里面 所以很多朋友都告诉我 他们一翻完这本书以后 就几乎放不下手 一定要看完为止 相信这是跟很多当时年纪 留学生共同的回忆 对不对 对 我在我们这边华府新闻日报 他们也帮我办了一场签书会 新闻日报的社长特别讲 他说我们可能每个人看这本书 尤其是在美国 我们这些留学生会留在美国这些人 看了这本书以后都觉得 这些故事好像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的 为什么我们说不出来 有九里爱情网把我们这些故事写出来 其实老师也是在前几年意外变成作家 本来你是要走生物 后来又去念了电脑 然后也在知名的电脑公司上班 然后几年前因为有人鼓励投稿 就开始变成作家了 对 我自己都很想不通 我原来是生物系毕业的 然后到美国当然就理所当然 就继续念跟生物有关的 所以念了维生物 所以说像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对我来讲 维生物对我来讲 是我的老本行 虽然我离开它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现在手边还有一本 你看这本书 麦克风有多厚 它比我的枕头还厚 所以说对我来说 这个新冠病毒是一个冠状病毒 那时候这本书是民国七十年出版的 就已经这么厚 上面的冠状病毒只有四种 那后来出现SARS 这个冠状病毒变成第七种 然后到了美国以后 因为拿到一个硕士之后 觉得这个路走下去蛮辛苦的 我就在也是一个很巧的一个机缘之下 我就转成走电脑 然后在电脑发展甲骨文做 然后在甲骨文又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因为我跑遍全美国 带着公式包 跑遍几乎全美国各地 帮这些客户解决问题 就会碰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我又是一个很 做不下来的 我到什么地方我就会去看 那个地方的风土民情什么的 我会蛮有点观察的 然后也发生很多跟人之间的一些事情 又很巧的 我碰到一位大陆来的 北京来的一位朋友 然后我跟他 他有个工作找我去做 因为他们是IBM 那个一个大厂 IBM大厂 他们那个project做不出来 有些问题找我去帮忙 因为我是甲骨文的资深顾问 然后我就帮他们忙 就我们就变成朋友 因为他是北京来的 他是巴黎年代 很早出国到美国来的一个留学生 他拿到了物理的博士学位之后 还是转行做电脑 然后就在我去的第二天 他告诉我 他说我再过一个礼拜 就要离开这个project 离开这个计划了 他来他去美国联邦政府 然后他就是告诉我说 然后在那礼拜 我把他的问题解决 然后我又继续在那个地方 做了好久 好几个月之后 这个人真的就进了联邦政府 然后我们之间还是有联络 然后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告诉我说 现在我们这个单位有在招人 然后也招了很久 招不到适当的人 你赶快来申请 然后美国联邦政府的申请 美国联邦政府跟台湾的公家机关 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台湾公家机关 你是考高普考 那美国的话就是你只要 其实美国的那个公家机关做事 就像一般的早事一样 你只要适合这个工作 你就可以来申请 然后申请上了之后 跟台湾就很像 一辈子类似铁饭碗 然后可是他们招考招的时候 是非常严谨的 必须在固定的时间 就要申请到这个工作 在一定的时间之内申请 所以到了最后一天 截止的最后一天的时候 到下午大概9点 应该天黑了 8、9点大概天黑的时候 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 你到底申请了没有 那时候我正在遛狗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到底申请了没有 我说还没有申请好 他说你想不想 今天晚上12点一到 截止 就截止 你现在赶快回去给我申请 我就赶快回家 真的听他话赶快回家就申请 然后这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故 以后可能还会写下来 但是目前还不是很好的机会写 然后我就上了这个工作 我就变成了联邦政府的公务员 然后进了公务员以后 事实上在还没有到公务员之前 我在甲骨文的时候 我就已经常常出差 都会带着电脑 那时候大概90年代末期开始的时候 就网继网 就internet已经非常发达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重新在读中文电脑 尤其是读像联合报这种有复刊的 而且有个东西 当时有个东西叫做部落格 然后部落格刚出来 然后我每天就在读那部落格 我觉得部落格比这样的新闻都好看 而且除了复刊之外 就是读部落格 然后联合报的部落格有很多 当时有很多有名的作家 在部落格上放文章 所以我到什么地方去 不管到什么地方去都有internet 然后我就在飞机上我也可以读这些 我的中文 读这些部落格 读很多文章以后中文慢慢回来了 很长时间 因为我根本不用 根本不用中文 中文对 根本不用中文 所以我中文事实上我们家的任何的信件 都是我太太写 我只负责签名 可是在甲骨文的后半段的时候 开始有网络的时候 我的中文开始慢慢回来了 然后等到进到联邦政府的时候 一下子 因为不管怎么样 在联邦政府的工作 就是没有私人公司那么忙 然后我们时间很固定 时间一到电脑关系来下班 就没事了 什么事都没有了 所以我才开始 然后我才开始找什么叫做部落格 那时候我才开始 然后等了两年以后 我自己开始写部落格 写着写着写出兴趣来了 然后我的中文就慢慢慢慢回来了 所以那时候看一些这个复刊 也是为了解乡愁对不对 就是要看一点中文字 对 那尤其是看故乡的文章 那很多很多当时的感觉什么都回来了 所以我现在我现在几乎所有的投稿 都在都在台湾 都投在联合报 中国时报或者中华日报 或者是人间人间福报 都在台湾投稿 然后我的稿费 我的稿费 我都没有拿回美国来 我的稿费全部捐给台湾的家库中心 是是是 过去几年就靠这些稿费 每一年可以固定捐一定数额的钱 给家库中心 像甚至金门日报的复刊 我也投过 然后多少钱我都不晓得 因为直接就给家库中心 所以老师纯粹是兴趣就对 纯粹就是兴趣对 也能够分享一些所见所闻 那其实这本书 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 总共有五十几篇对不对 五十五篇对 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2019年 我记得老师是12月回来台湾宣传 对对 然后我们有录了一场非常精彩的 这个访问 五十几分钟都可以在我的节目里搜寻到 然后老师后来回到美国 是大概多久在美国开始 有这个相关的新冠疫情的状况 我2019年12月10号回到美国 然后我在美国15号办了一场发表会 发表会之后在美国发表会 就开始陆陆续续听到新闻了 中国那边有一些东西 一直到一月中的时候 一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我每天还是开车上班 下班开车上班 然后我跟着一个我们邻居一起喀布 就是一起开车轮流开车 今天我开车下礼拜他开车 这样子我们叫喀布 然后他是大陆来的 然后我们就很关心中国大陆的疫情 那时候我们还觉得跟我们没有关心 因为我们想的像SARS一样 SARS没有到美国来 我们当时还会到美国来 可是后来到了2月初以后 就情况越来越不对了 到了3月的时候 对 过年完之后 发现情况不对了 全世界都开始有了 然后我们美国一直到大概3月中 3月14号前后 我们整个我们整个county county就有类似像台湾的县 这个层级 就突然就宣布说 因为华府开始有 有那个新冠疫情出现了 然后我们的county就开始宣布说 所有的人都在家上班 我们联邦政府也规定 所有人都在家上班 从那天开始到现在 我只进过我们办公室两次 是因为要办这个特别的电脑卡 才回去办公室 那其他没有进过办公室一次 都是在家上班 哇 所以你们已经一年多 就已经实时在家上班了 就在家上班 你们在台湾应该都听到 美国的疫情有多么严重 对 美国一天是好几万人 好几十万人 甚至最多是一天好像30多万吧 然后美国到现在都开放了 可是你如果去翻昨天或今天或前一天 这几天的 每天还是一万七一万八 两千多两万多人 整个美国新冠疫情并没有减少太多 因为打疫苗的人还不到百分之 超过还不到百分之六十 所以发现那些生病的人都是 那些没有打疫苗的人 还是会生病 然后从7月4号就美国的国庆日之后 那个美国已经开放 像我们现在像我上礼拜如果看我的部落格 干我的那个脸书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已经开始到外面去玩了 到郊外去去爬山什么的 也禁就对 也禁了 我们都不用戴口罩 可是如果我们回到 如果我们去像我们去买菜 美国的菜都在超市买 超市里面大部分人还是戴着口罩 像我们这个县 这几天每天大概都是十几二十个人 所以不是完全没有 然后我记得英国的首相强生 他还特别讲到 我们英国现在也解放 也解封 我们把他当作流感一样来对付 事实上要陪伴 对 他们应该永远不会跑掉 像我刚才提到的 我们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念的 唯生物学上面提到的冠状病毒 只有四种当时 当时人类发现只有四种 这四种冠状病毒都是跟我们的普通感冒有关 对 我们当时研究 我们当时研究冠状病毒 最主要研究 为什么要去研究它 是因为它太特别了 它是一种mRNA的病毒 跟其他大部分的病毒都不一样 当时觉得很奇怪 可是发现它没什么大不了 那就是感冒而已 你感冒 对 那我们现在新冠 我在猜想 我们人类可能很久以前 曾经发生过类似新冠疫情这种情况 然后慢慢慢慢 人死了 虽然可能死了很多人 我们那时候都不晓得 就叫瘟疫 就死了很多人 可是活下的人就习惯了 所以说这个冠状病毒就流在我们身上了 很有可能只是现在完全没办法证实而已 就是留下来的人就产生抗体 然后就隐藏了几百年 对那你想想看 我们一般来讲所谓的感冒 我们就讲说 就量到一下就感冒了 没有人传染给你 你就是量了衣服少穿了一件 或风吹到 因为任何人的喉咙里面都有很多的冠状 就是那种冠状病毒 就是感冒的冠状病毒 你身体好的时候它不会生病 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 一旦你量到以后 它就发病变成感冒 所以就是抵抗力弱的时候 它就会发作 对那未来的新冠 所谓的新冠病毒 可能也会进化到那个程度 这个是我是理所当然的想法而已 对啊好像很多国家都在 说提醒大家 未来可能会跟病毒共存 对很难完全的消灭它 变流感 对没错 很多我们身上我以前在当维生物助教的时候 我大学毕业当了两年助教 我在当助教的时候 我都要给学生上维生物实验课 因为我实验课的助教 那很多有关那个致病性的细菌 我都是像比方说到医院里面去跟他们药 来就到我们的实验室来做实验 可是一些非致病性的 我就拿的那个培养米我用很用力的咳嗽 咳到培养米上面我就可以分离出来 很多很多不同的细菌 在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细菌跟病毒的 自己做实验就对 对我们自己那事实上我们人所有的动物都是一样 跟细菌病毒事实上是共生的 然后只要你的身体好它就不会影响你 那老师因为你有相关背景 你了解后面的原理 那整个在爆发的期间 你个人是不是比较不会恐慌 我非常的恐慌 因为我知道它的严重性 我刚刚不是讲三月多以后 我们开始在家上班 可是没想到第一天我就接到一个通知说 我必须回去更新我的卡电脑卡 然后我进电脑卡那时候美国还不准戴口罩 我有篇文章写到美国戴口罩的原因 是因为美国曾经有过一个法律 在公共场所不准戴口罩 戴口罩是违法的 所以说造成美国人跟很多西方 很多西方国家也都是这样 他们不能戴口罩 是因为怕犯罪吗 对以前是因为怕犯罪 所以当时定了这种法律 对然后所以那天我去的办公室 我办了卡都没有戴口罩 所以我回来以后非常非常的担心 然后担心就是在我担心到 真的是担心到晚上睡不着 因为担心第二天起来感冒什么的 所以有一点焦虑 然后然后我回来第二天 我马上就写个email给我的大老板 我说我昨天去办了我的电脑卡 然后居然不准戴口罩 结果那个大老板马上写一个email 给所有的人说 现在不准回去办 你如果要到期 我会跟上面讲说 暂时不要到期就暂时延期 大家延期不要回去 就老师知道严重性 可是那时候的法规不让你戴口罩 所以你想带也不能带 所以你恐惧了好长一段时间 因为他因为我们进我们的办公室里面 他要扫描你的脸扫描你的东西 他不知道你戴口罩 所以我那两个礼拜 接近两三个礼拜我直接瘦了十几磅 大概是五六公斤 你很难相信 我因为那是有点自己吓自己 可是刚好又很巧 我去看医生 事实上我每天都在咳嗽 因为我每一年到了三月的时候会发粉过敏 发粉过敏会咳嗽 那个跟新冠疫情的症状有点类似 就医生一听到我讲这个故事以后 医生就是好 那我会开一个早期的药 就第一代的药 第一代药的 光抗过敏的药的副作用 就是会帮助睡眠 因为那一个礼拜都没办法睡觉 然后我吃那个药以后晚上就很好睡 就两三礼拜以后 我就咳嗽也不咳了 睡觉也睡好了 身体就没有继续有这个问题 然后当初我打电话给韩秀 华府最有名的作家韩秀 他就跟我讲说 你这样的不行 你一定要定下来 然后定下来有很多方法 他说他就建议我 他说你如果真的没定下来 不妨为什么不去读书 所以我在这一年从三月到今年 我读了很多很多书 然后我每个礼拜都写周末展书 读在我的脸书上面 我总共读了 到目前读了14本那个长篇小说 西方的长篇小说那种翻译小说 那也读了很多散文之类的文章 我虽然写的没有像去年以前那么多 但是我真的读了很多书 非常我现在都跟很多朋友讲说 真的这个疫情你也哪里也不能去 最好的方式就是多读一点书 趁着机会多读一点书 就强迫尽心就对 对心就静下来了 对那后来老师这一年半的 写的一些文章的方向 或者是内容有没有跟疫情比较相关 或者是你自己会感觉到有稍微的灰暗 或者是说有比较悲观一点 有没有被影响 没有你看我最近写的这些文章 都是很可爱的 有没有觉得 后来这几篇很可爱 都是很可爱 这一般都是我的写作的风格 我写戒酒装凶的逢式上是 这个故事上很久以前都发生了 30年前发生的 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 我常常跟她讲这件事情 那个熊也会也会喝醉酒 她当然不是故意喝醉 她是吃了发酵的玉米 然后写完这篇跟我太太看的时候 她还说这个听你讲过好几 很多很多遍了 有一百遍了之类的 那偶尔还是会写一点 跟疫情有关的 我通常因为我一想到疫情 我的心情就会不是很好 所以我通常不太去写 有关疫情的东西 而且我越写会越写到太专业了 所以我干脆就不写 我有写过几篇 那个介绍疫苗的事情 对 介绍疫苗的事情 但是我没有写得很深入 然后我不太想写太深入 因为我是已经是属于的 怎么讲 那个逃脱的专家 我已经不是专家了 只是我的尝试还蛮丰富的 对 医学的尝试还蛮丰富的 只能怎么讲 对 就是有相关背景 你去搜寻资料也比较容易看得懂就对 对 我看得懂 尤其英文 我在专业的英文杂志 我都看得懂 所以说 所以说我 为什么一开始我会那么担心 因为我看到大家人都不放在心上 尤其美国总统 根本不把他当一回事 越是这样 我越担心 对 而且你们戴口罩真的是到非常非常晚期 对 才开始有强迫 对 那时候很多看到新闻 很多亚裔戴口罩还被歧视 被欺望 对 他说因为美国人的心情就是这样 你为什么要戴口罩 表示你生病 生病还要戴口罩 你为什么生病还要出来 完全没想到是会传染的 会被传染的 所以说当时我们非常非常紧张 所以我几乎 从去年3月到今年的 可能是4月吧 我几乎一个礼拜只出门一次 那一次就是买菜 到法律市场买菜 整年 这样几乎整整一年 一年又一个月 两个月 一年又两个月 都是这样子过的 所以我现在看到台湾很多 很多朋友 一放假还想跑出去 我觉得大家可以收一下心在家里面 因为只要出去就有可能被传染 即使你戴着口罩 对 因为你的手 或者是你的衣服 你的全身都有可能战到 对 我们那段时间我出去买菜 我都是在礼拜一上午出去买菜 一大早7点多8点我就出去了 那时候没什么人 而且他们有 他们去买很快的买回来 然后我会一定穿的外出服 但过去一年当中 我的外出服跟在家的家居服 是分得很清楚的 然后外出服一进门 因为我们美国的房子稍微大一点 有车房 我还没进一进车房 我就把衣服脱下来 外出服全部脱下来挂起来 换帐 然后进到房间里面 换到那在家里面的衣服 然后把菜摆在门 靠近门口的地方 放到晚上我才收 要时间让病毒死掉 比方说像牛奶 必须要放冰箱 我就用肥皂水 不是用 所谓的肥皂水 就是我们像台湾的洗脂 洗衣服能减性肥皂的肥皂水 那是杀菌最好的方式 因为病毒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 它离开我们人体之后 它是没有生命的 所以说理论上 它在比方说在菜 它代表多久 它就没有生命迹象 所以它不会传染 所以到了晚上 我们再把东西收起来 我们就这样维持一整年 但是就是这样过来的 就是让它这个病毒自己死掉 就对等待几个小时这样子 好那老师刚有提到 你最新的副刊是 装疯的熊 老师也有把过去的典故 有收出来 是帮我们介绍这篇 因为火车意外 因为我那时候 在蒙特拉读书 1985年的时候 我到蒙特拉读书 然后到1986年的夏天 我就听到电视新闻天天都在播 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消息 很有趣的一个新闻 就是说 因为蒙特拉最北边 跟加拿大边境的地方 有个叫冰河国家公园 那是几乎是全美国公认 最壮观的一个国家公园 在那个国家公园的南边 有一条铁路通过 这条铁路是从芝加哥到西雅图的一条铁路 是专门运玉米的 大玉米小麦 那些是中西部的农作物 运到西雅图 然后外销到台湾 日本 中国之类的 然后那几年就从85年 事实上从85年开始就发生了 一辆火车在冬天的时候 在那边翻覆 然后到86年之后 他们就发现 怎么在春天 尤其冬天快过 到春天的时候又翻覆 而且不止翻覆一次 还翻覆了三次 大家才开始去研究 这个到底什么是发生的 后来发现 哎呦 那翻覆的附近有很多很多的熊 因为在美国 尤其是蒙特亚那一代 是美国的Grisley Grisley在中文讲是灰熊 那大灰熊的体重 大概可以到四五百公斤 那任何人 那比人要大喝两三倍以上的那种 那种灰熊 就发现很多的灰熊 在那边吃那些发酵的玉米 甚至吃醉了 他们吃太多吃醉了 然后有两个原因 会造成火车出轨 一个就是他们喝醉了 在火车上乱晃 在铁轨附近乱晃 就被火车给撞到 那火车就出轨之类了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 真的有人 新闻上真的有人讲 他有看到 远远的看到 当然是望远 已经很远的地方看到 那个熊喝醉了以后 会去刨那个铁轨 就哇 铁轨就凶了 对 然后你想想看 美国的火车 你很难相信 美国火车至少是200节 那个火车又比台湾的宽 比台湾的大 所以一次翻译以后 不知道多少上百万吨的玉米 是沉积在铁路的旁边 然后一开始他们 一开始铁路局单位 认为说反正在打自然 他就让他回顾 后来发现 经过一个冬天以后 那个埋在雪底下 那些事实上埋在雪底下的 早在底下就已经发酵了 变成久了 所以说很多的灰熊都跑来吃 他们熊跟狗是一样 他鼻子非常好 老远就跑来 在那边聚在那边吃 甚至还有 我还有提到甚至有黑熊也跑来吃 最正常情况下黑熊比灰熊要小很多 通常他是黑熊是不敢靠近灰熊的 然后居然少数几只黑熊也夹在里面吃 吃到吃醉了 然后这个 这个当初我还认为我在吹牛 可是后来我发现 连续接下来第二年 87年又有报道 88年又有报道 然后到89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拿到学位 然后也拿到找到很好的工作 我在马里兰州找到很好的工作 要离开学校之前 学位也差不多了 文章也我的论文也写的差不多了 我每个周末都会跑出去玩 然后我真的是想去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当然这是很冒险的 因为如果看到真的看到灰熊 我现在可能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就生命危险就对 太危险 可是还好 因为我们车子开的地方 通常因为我刚刚讲到那个火车翻覆的地方 是事实上是荒郊野外 人机罕至的地方 我们理论上完全正常 我们的车子是完全走到那些地方的 只是我也想去看一看到底是不是 当地是不是有这些事情 就还真的发现还真的有这些事情 而这些事情都不是假的 当然这个事情在我的脑海里面沉寂了30年 我因为以前没写 我也不可能把它写出来 一直到最近开始写的时候 才想到把它写出来 陈殿下来又再这样把它写出来 然后也是因为去找这个故事的时候也碰到当地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电视主播 这个电视主播因为我在学校小小出过几次风头表演 如果看我的部落格也知道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是学中国功夫 我刀枪剑棍都可以耍的 所以表演过几次 所以这个主播也认得我 我还认得几张照片跟主播合照的照片 所以他才会告诉我很多细节的故事 然后我在去年回到美国以后 我就上网去找 还真的让我找到这些故事 找到三篇 纽约时报 洛杉矶新闻报跟西雅图的报纸 都有提到这个故事 我才知道 因为我过去30年 这个故事虽然常常跟我太太讲 可是我事实上细节已经有点忘掉了 然后感觉上好像在做梦一样的感觉 一直到看到这三篇文章以后 才发现我不是在做梦 而是真的发生这个事情 我也真的去找过这个事情 所以才把它写下来 对你有讲到后来政府真的把 铁道周边埋藏的玉米挖掉之后 就再也没有发生了 对 因为他们真的是通定失通 因为每一年都有火车翻覆 那个是损失很大的 所以他花再多钱都要把它清干净 然后他甚至还有说 旁边在稍微远的地方 还有甚至长出很多玉米出来 玉米那个春天以后长出玉米出来 他们全部把它挖干净之后 然后盖了很多石灰 然后放上电网 然后那些灰熊事实上还蛮可怜的 因为他们事实上是有 他们非常的聪明 他们有很好的记忆力 他们每一年一定会回去再找 这样他有时候藏东西才找得到 对 他们回去找 然后这个又是记忆非常深刻 你想想看 那个酒的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喝酒 因为酒的那个记忆是非常深刻的 可是他们被电网 革阻在外面 然后我发现90年以后 再也没有这个消息出现 就表示 这个问题再也没有再发生过了 所以这天我就坐在联合报 连那个 然后我给了那个李无清 李无清是那个金银奖的那个绘本的得主 然后他看了以后他觉得哈哈大笑 然后这个故事我帮你画 因为我的插图就是李无清帮我画的 画面这样子 对 是李无清 所以那个熊是意外的喝醉 对意外的喝醉 像我们常常小时候开玩笑 我们小时候吃那个甜酒酿 也会吃醉 有没有 就是类似的道理 他吃那个发酵的玉米也吃 也吃醉了 好这是最新的这个片 非常有意思 那后来呢又有 这篇是《莲花乐草》 哇这个是你更早的回忆 这个是把过去的回忆 在台湾的 对把过去的回忆跟现在的事情连在一起 因为在过去一年当中 我们不太能够出去 我刚刚讲过我只能去 那个买菜 一个礼拜出门一次 但是我其他时间我会戴着口罩 在社区里面散步 美国的社区都还蛮 蛮舒服蛮漂亮的 都每家 其实每一家都种了很多的花 所以说刚好到去年三月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有一家人他们种的花 好漂亮 那突然让我想到 好像是以前我们讲到的马英丹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我们大学的时候唱的很有名那首歌叫花戒指 花戒指就是用马英丹 把它串成个小戒指 骗骗女孩子骗女朋友的故事 但是也是孝英明歌的一部分 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 我太太比我小几岁 然后她好像没有听过花戒指这个故事 她听过花戒指这首歌 可是印象不是很深刻 然后就让我想到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念的是佛达生物系 我们出门 我们到野外采集标本 或者认识野花野草 辨识 辨识是我们一门课叫植芬 知物分类的课 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所有念的书 几乎所有的课都是原文版 就像我刚刚给大家看的 我的维生物 它是原文版 上面一个中文都没有 只有植芬 用的是中文课本 又简单又是中文 然后又好玩 当时我们的很多的想法是认为说 我认得这些野花野草 我当然到野外的时候 可以骗很多女孩子 每个女孩子的指大帐好大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崇拜就对 崇拜的感觉 所以我就写我们当时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真是走遍全台湾 我们每一年都有环岛去采集 然后就认识从高山到平地的花野花野草 一直到我当住驾到那两年 我都是带着植芬的 除了微生物之外 我都带着植芬 带着学弟学妹一起去采 然后去年的时候 因为哪里都不能去 我们就每天在社区里面走 我每天就在看这些花财 然后在美国的花草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 大部分都不太一样 大部分都不一样 尤其树都不太一样 然后我看到这个草以后 我觉得好像是马英丹 然后我突然想到 我就把手机拿出来 因为手机的Google可以帮我辨认辨识 就用Google一找 果真不是马英丹 另外一种非常非常像 像马英丹那种植物 然后我才会有感而发 然后我看到我太太的表情 好像也没什么崇拜的表情 就那种那种失落的感觉 30年前那种到现在的失落感情 然后刚好又碰到疫情 所以我就写出这一篇 我自己也觉得蛮好玩的一篇文章 不过你有提到你带学妹去恶补 说那个非常清秀家人 对那个不是学妹 那是我们同班同学 后来有联络吗 他好像他现在在美国 我们不太 他几乎不太跟别人联络 他蛮低调的一个人 然后可是因为他 他个子很小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他说我们班上最小 他身高大概就1508 我在印象当中是很小很小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们的系组人是外国人 我们系组人是那个奥地利人 叫Huber 他特别特别喜欢 疼爱这些漂亮的女孩子 同学 我们当时我们当时还有一个 很特别的系规 是不准穿牛仔裤 你知道大学生都是穿牛仔裤 可是我们系是不准穿牛仔裤的 然后可是我们偏偏又要出去采集标本 所以每一次采集标本之前 我们就跟系组人讲说 我们今天大家都会穿牛仔裤来 那系组人就好 今天你们可以穿 因为上完课又下午我们可以采集标本 可以穿牛仔裤 然后他又很特别疼这些 我们常常都看见要疼这些女孩子 然后这个小女孩又特别可爱 然后他事实上真的是蛮漂亮 就是很小 我说照比例缩小的标准 那个脸庞非常非常漂亮清秀的女孩子 当然就很精致这样子 唯一精致的女孩对 迷你精致 他个子又很小 所以说全班就有我一个傻瓜 把 把朱芬这当作很重要的课来上 所以我很厉害 大家都知道我都认得 所以他在 很认真就对 所以他来找我帮他恶补 我就带他到圆通市 当时的圆通市 那个登山步到旁边是没有什么房子的 都是野花野草 都是野鱼 然后我就带他认 然后我走到半路的时候 走着走 没有注意到旁边 突然跑出两个小朋友 也跟着我们在 跟着我们在旁边 我在讲这个 他就跟着旁边 然后突然有个小女孩 有个小孩子 身上有个小男生冒出来说 哦你们都是大学生 说实在话 当时大学生还算是比较稀有 因为我们那时候的录取率 事实上是蛮低的 所以说能考上大学 事实上是 是不多的了 当时候那个年代 然后 然后我们大学生没什么大不了 可是事实上我文章当时是有写 可是主编说 后来我 待会我讲的那一段被他删掉 因为另外一个小男生就说 哦大学生啊 怎么有这么小的大学生 嗯 这一段被主编给删掉 他说这样写不太好 嗯 对 可是当时的对话是这个样子 所以那时候你说 看到仪式马应丹 就是这个 你拍照这两张吗 对 上面这张就是 上面这张就是 那个仪式马应丹 下面这张真正的马应丹 确实蛮像的 光我当时看花是蛮像的 对 那叶子不像 后来我讲叶子不像 叶子不像 但是花很像 我记得马应丹的叶子是 那个比较宽一点 然后皱皱的 然后他这个上面的叶子是那个细细长长的 所以不太像 而且马应丹的味道很重 如果你去揉一下叶子对不对 对 可是因为他在人家的燕子里面 我没办法去揉 哈哈哈哈 所以你远看才会误判 对 远看就觉得有点像 然后我 事实上我最近 我大概两个月前 我到我们这边一个公园里面去找到了马应丹 这边的公园是把马应丹当作盆栽这样摘的 我们在台湾到处都是马应丹 这边也花 对 在这边是把它当成盆栽栽在那里 我真的拍到几个 那是我第一次在美国看到马应丹 好 老师你跟我们介绍你这个部落格的一些动态 你们这个华府作家协会活动还蛮多的 对 我是去年7月开始接华府作家协会的会长 然后也可以说运气好 也可以说运气不好或者运气好 运气好是因为有疫情 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变成网上云端的活动 线上对线上活动 所以我还是我们每个月都有办活动 然后因为是在线上 所以我们的来宾我们上线的人 不只限于华府 全美国甚至台湾欧洲大陆都有 所以我办很多活动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的方式有很多不同 我有新书介绍像这位陈以杰 陈以杰现在是台湾科技大学的英文教授 他是前年才会到台湾去的 所以他在华府 我们在华府就认识 所以因为他出这本新书也 请我写了一篇短短的推荐序 所以我也帮他办的一个新书发表会 所以类似的新书发表会我办了好几次 而且我觉得你们好厉害 你们都会透过这个现代的科技 一样用远端这样子 然后放在YouTube 包括他做的一些详细的简报这样 对 然后因为 因为不要事实上也不要忘了 因为我的背景是事实上的 真正的背景有 是电脑 我现在每天的工作还算是 我不是写所谓的程式 可是我所有的工作都是跟 电脑这个IT行业是有关的 所以像这个东西我们 我们不会怕了我们都会去试着做 然后很熟悉 很熟悉 所以我们过去办了很多类似的活动 所以说好处就是说 我们以前华府作协的演讲 活动什么都即限在华府这边的作家 那就非常非常的有限 然后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有的线上活动 我们可以我请到像像吴君尧 好几位这个台湾作家参与 对林黛曼我也请了林黛曼来演讲 然后还给我们上课 小说课之类的 然后大家都觉得 在线上反而收获更大 对而且这个影音保存下来之后更方便 随时会看 就是不是上那个线下办完就没了 对 然后因为在线上活动 像我常常会很注意台湾的一些艺文活动 像上一次那个蔡树芬跟吴君尧 他们的对谈活动 那是在大概上个月 还是两个月前 我就直接问他们 我们说 那你们有没有办 那个在网络 连接在网络上线上 他们说没有 那我说蛮可惜的 因为你没有 我完全看不到 就看不到 对完全看不到 对 好老师 我们最后来介绍这篇 歌声满行 因为校园民歌相信大家很多共同的回忆 这个校园民歌 因为我之前这个写的我的校园民歌美国时代 因为我另外之前很早以前我写过一篇我的校园民歌时代 就是我在大学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刚好就是校园民歌最风行的时候 我所有的 我常常也会感慨我的英文 当时的英文很差 就是因为我一进大学就没有 虽然佛仁大学很强调英文 可是我没有好好学英文的原因是 因为我唱的都是中文歌 早期大家很多人大概知道 早期的大学生都唱英文歌 就刚好到我那一年开始大家都唱中文歌 我开始风鸣校园民歌 风鸣校园民歌 所以我们在学校有很多的校园演唱会 比赛什么的 然后我当时收集了所有的录音带 所有的歌我都会唱 对我们都会唱都很熟 那我的声音又算是比较低沉的 所以很多和尚团会找我 找我参加他们的和尚团 但是后来我另外有 我也写到 我的音乐素养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几乎没有参加过和尚团 在台湾的时候 就低音都会找你就对 对 因为任何一个和尚团好像都是缺男声 男的声音 因为像其实我们后来在美国 我们华府这边 华人虽然不多 就五万 当时就五万多人 可是有二十几个和尚团 每一个和尚团都是缺男声 因为女生都爱唱歌 女生都会主动参加和尚团 像我太太 我后来去参加和尚团 也是因为我太太去参加 我就跟着去 跟着去就参加 她说我们去缺男声团 我就参加了 对 然后到了美国来以后 我当时真的带了这个照片是真的照片 卡带 一盒卡带 那里面全部都是教育文歌 当时我爸爸还在说 你到美国去应该听英文歌 为什么还带着中文歌 可是你知道我们当时的想法 我如果想家的时候 我就是要听这些歌 就相仇嘛 相仇嘛 对 所以这些卡带很难相信 现在这些卡带都还在 都还可以放 然后已经30年了 跟着我30年了 那当初当然最初的10年都是放的卡带 然后 然后尤其是我在念完书以后 我从Montana开到 那个马里兰开了5天 一个人开了5天 我就靠着这些卡带 听歌 接这些歌来放 就是放完 从第一卷放到最后卷 放完又再回头第一卷继续这样放 一路从一个人开车 我后面当然拉 我后面抓了 加了一个小小的 那个叫trailer 我不知道中文叫做什么 反正放一些东西在上面 一个人很难想象 一个人 横跨整个美国大陆 到了美东 到了美东之后 这边华人就多很多了 然后很快我结婚之后 我太太喜欢参加合唱团 我就跟着参加合唱团 跟她进去唱 跟她进去唱 然后当然就从卡带变成CD 然后参加合唱团的时候 我发现这边合唱团里面的人 大部分年纪都没有大5到10岁左右 他们都是唱英文歌的年代出生的大学生 到美国来 所以他们对校园民歌并不是那么熟 所以说我在他们的面前都变成我是校园民歌的代表人物 他们就叫我校园民歌王子 因为我几乎所有的歌都会唱 只要跟你说校园民歌我几乎都会唱 然后我上面提到有一首叫给你呆呆 在一次的我们有一次的参会上面 大家参会的时候就会唱卡OK 对他们所有人来讲给你呆呆是新歌 他们没听过 所以说那一场就变成我的给你呆呆新歌发表会 个人独唱会 然后就在我参加的合唱团10年 他们办了一个爱乐 是两个合唱团 从一个合唱团叫做洛森合唱团 接下来爱乐合唱团 爱乐合唱团5年的合唱团的演唱会的时候 我们就特别安排 这两张 对2001年 2001年我们特别安排 好快那是20年前的事情好像还是作品 那我们就安排了一场合唱演唱会 然后中间就特别安插了一段 我们的校园民歌这一段 那我当然是我带头了 就带了几个比较年轻的 那都是跟我差不多年纪 或者比我年轻的一起唱校园民歌 对很多人来讲没什么大不了 因为为什么我会想到写这一篇 因为就是今年应该是去年吧 台湾很多人在马世芳 他的妈妈 他们在台湾办民歌45 我想台湾过去曾经办民歌40年 民歌30年 到去年的时候 去年很多人在办民歌45 因为他们会发现民歌这一代的人也开始老了 很多民歌的歌手已经慢慢慢慢有人走了 所以他们变成以前是10年办一次20年办一次 现在发现可能要5年办一次 以后可能每年都会办 我在想 对 因为我看到民歌是我在想到这个故事 才把过去我的有关民歌的故事写下来 因为把我在美国我的校园民歌 美国时代写下来 然后刚好跟我在前面另外一篇我的校园民歌时代 刚好是隔成我的人生的两段 我觉得这篇看得非常有感觉 对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当时的朋友 台湾的朋友 现在的朋友都觉得很有感觉 因为说出很多他们的感觉出来了 写出来了 对 而且在美国听台湾的一些校园民歌那种感觉 可能还有点悲凉 对不对 是有一点 十几年前曾经有就是民歌40的时候 还是民歌30的时候忘掉 那一堆人就是校园民歌那些歌手 曾经到美国来演唱 也到过马里来 因为华府他们都会来 也演唱过一场 那是多疯狂 你不晓得你看见老先生老太太 当时都是50岁的老先生老太太 为了校园民歌在疯狂 都是他们年少时期的回忆 很多人都说我听到这首歌 就想到以前那个女朋友 我听到这首歌就想到以前那个故事 都是有 声音跟我们的回忆是有连结的 然后除了声音之外还有食物 我另外写了一个妈妈的味道 也是食物跟我们的记忆都是有连结的 对对对你有讲到土豆炖什么菜头是吧 就是那个羊鱼羊鱼炒红萝卜 那个对对对 萝卜煮萝卜汤就是萝卜汤煮 对萝卜汤肉片 这都是很简单很简单最简单 但是因为很简单所以常常吃 常常吃之后一旦妈妈不在了 这就变成了回忆 嗯最简单的回忆对 而且以前物资也比较没有那么丰富 所以好像这个马铃薯啊 这个菜头都是必吃 而且这个分量都很大 而且吃的会饱 很多淀粉 然后只要放一点点肉 甚至不放肉都可以 那种感觉就是 现在我回头在想 我还是常常会这样做 就觉得 一吃到这个口味就想到妈妈 想到以前小时候的生活 在美国这几年你也都常常下厨嘛 对不对 一定要自己煮才方便嘛 对这个我们家也很好玩 因为有一天我看到那个 蔡树芬在他的脸书上写说 写说那个煮菜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上面提到 我说我们家煮菜的部分是我煮 因为我以前在实验室 煮菜的时候就把它当成在实验室 就要把所有的材料加进去 菜就很好吃 然后我太太后来也发现 我的其他的家室都做的不好 我只有煮饭煮的比他煮的好吃 结果后来都是我在煮菜 就蔡树芬也留了一句话 她说她的先生也是做实验室的 所以他们家的菜也理所当然 由他先生下厨 是不是指比较有科学精神 所以很多煮菜的步骤 或者是食材会去讲究 其实倒也不是 说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太太菜煮的真的不是很好吃 因为刚去台湾很多女孩子 台湾很多女孩子反而从小 没有煮过菜煮的不好 然后很多妈妈都是结婚以后 才烹饪的技术越来越好 然后我们在美国 我太太我们一结婚以后 她也忙着上班 她也没办法好好的在厨艺上面经济 然后我们在美国也没那么方便 你想要买到一些材料也买不到什么的 后来就好吧干脆 然后因为我在美国读书的时间比较长 一个人的时间很久 然后前面我曾经有一篇文章提到过 我曾经跟一个大陆同学住过 她比我大20岁 她是很会煮菜的 所以我跟她住的时候 就学到很多做菜的一些方式 一些技巧 所以说我只是跟我太太比 我煮的比她好吃 所以慢慢慢慢就变理所 当然我在家我煮菜 我太太收拾残局 她说你不晓得收拾残局比你煮菜 要花更多的时间 更大的努力 对这个老师念书的时间很长 所以以前早期为了省钱 就一定要自己煮 对 然后不光为了省钱 因为学校的餐厅你吃久了以后会吐 因为美国的餐厅 美国的菜 你看他们就是那几样 而且没什么味道 而且是不然就是美国味道 那我还好 像我那位大陆同学 40几岁的大陆同学 他后来是半年之后 他是不敢经过美国的餐厅 因为他闻到那奶油味他就会吐 他就要绕开餐厅 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大 他比较难适应 对 所以这是没办法 所以我们在美国都会自己在家煮 比较方便 而且如果长期没有吃到米食 好像感觉就没有吃饭的感觉 对不对 美国老是在吃肉 吃肉是面包 他们的面包跟我们台湾面包不一样 台湾面包很香很好吃很甜 美国面包就像法国面包是干的 没有什么味道的是硬的 所以美国面包也不好吃 台湾的吐司多香 如果说你到去 台湾应该有一些像德国的那种餐厅 去买美国吐司 那是非常非常难吃的 很多人到过美国吃过美国吐司 就知道美国吐司是非常难吃的 所以在美国没有什么香味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王老师 跟大家分享这几年 这一两年的 这是在美国的近况 好谢谢 谢谢金明兄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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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